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来说 盖的总量呢 每日在1200毫克盖 这是一个 再一个 为了增加盖的吸收呢 一定要算是要均衡 一定要盖林比例要合适 补盖的话呢 有几个原则 我们不是希望 我们不希望盖一次性补够 比如说臣服一克盖啊 这个 我们都不太主张 因为一克盖更容易造成一国性高血盖 我们希望盖呢 分多次 多次服用 这个的话 根据个人的习惯 也根据你买的药的这个剂量来决定 这个盖的这个服用的话 最好跟食物一块服用 如果这个单独服用的话呢 这个容易造成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减退 导致便秘 那么盖的话呢 还有一个主要问题的话呢 就是要算这个剂量问题 这个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很多食物里面都含有盖 那么一般的话呢 就查这个食物中含盖多少的话呢 这种很简单的办法 这个网上搜索一下食物含盖的这个表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每天服用600到800毫克盖 那么有的人呢 说是食物我不太爱吃这个含盖高的食品 那你就吃盖片尽量要大一些 或者服用盖这个尽量要大一点 最好是达到1200毫克盖 елен大一点 最好是小的 可真 providers 看美的 三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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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